那么OK 我们现在看 这个已经能连过来了 然后连过来以后呢 在这个地方要配 配两个东西 叫设置debugger server host pot 这个怎么设 首先第一个呢 你得知道你自己机器IP多少 因为呢 它这个东西要连接上以后 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们要知道 所以呢那你就再开一个 这个对话框 因为这个现在正在占用嘛 对吧 然后在这呢打IP config -l 这会出一个IP 你要仔细看一眼 我在我拿的是这台机器上的 你们要拿自己的 别赵超啊 赵超就笨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以太网2 以太网1没有 以太网2明显看到 这是一颗网卡 硬件网卡应该是它 192.168.1.1 上面是17 OK 然后host呢 其实在这已经改出来了 刚才在这启动的时候 还是在哪里啊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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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这 8081 看了吗 这个 有些同学说 这个开始读英文了 没办法 遇到这种东西的时候 有一点 没几个 没几个 坚持一下 8081 好 我们知道这个了 然后 回到这个模拟器这 回到模拟器这 怎么把这个菜单调出来 有的模拟器 底下有 有四个键 就老一点的 那个版本的 新版本的 这就没了 没了 这怎么办呢 在 这个 就是你的键盘上 按Ctrl M 这时它会出现一个东西 看见了 然后呢 在这个里边有一个 Dev Settings 找这个Dev Settings 进去以后 这有一个 所有的这个设备 什么 debugging 反正这里面有很多东西了 你别管 这有一个 叫debug server host and port for device 点这个东西 点这个东西 是出来一个东西 刚才还记得 我们刚才写的 读的192.168.1.117 然后冒号 8081.ok 好 这个出来以后呢 点下ESC 点这个 从这出来 然后在这的话呢 我们再看下一步 下一步的话呢 是Remote.js Debugging 那么我们怎么去 就是你在这里面 我打完东西以后 别的不行 我console.log 总得有个地方出吧 那那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鬼东西 哪哪看console.log啊 那出来以后 没地打 那那你就必须 配这个东西 好 我们还是把模拟器 配出来 还是刚才这个 Ctrl M 在这儿呢 会出来一个 在这儿呢 会出来一个Debug.js Remote.ly 然后它会弹出 这么一个新印来 我们把其他东西都关掉 我们一会儿就靠这个 那什么了 然后呢 小一点 我觉得可以这样 把这东西挂在这儿 挂在这儿 对 正好可以那什么 挂在这儿 然后在这儿呢 你把这个点出来 开发者工具 这时你就看到 它这儿能出东西了 把这往上拉一点 好 那我们在刚才的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 写一句 你是刚才不是Render吗 Render的时候 我们在这儿 Console.log 叫Hello World 然后呢 在这里边 怎么把它调出来 在这儿 我们在这儿呢 Double R 诶 Double R Fail了 有错吗 Console.log 这没错啊 这案子有错啊 送了出去漏的一遍吧 这个没用了 关掉 等会儿 这不能Console吗 嗯 ImportConsole 这代码怎么那么怪啊 这代码怎么那么怪啊 重新洗一遍 重新洗一遍 啊 反正这个东西呢 就是 没有办法 嗯 啊 有 Ctrl m 啊啊这是这是他已经已经在了 我们去看一看 好hello world出来了 刚才那个就你不知道为什么 好吧你就七个话关掉 然后重新来一遍 他就过了你看我什么都没改 当然看他去他去试图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自助组 让他去require这个console 那requireconsole肯定没有嘛 那个地方一定报错 你把它拿掉以后 然后但是他依然恢复不了 那没办法 你就直接把它干掉重来一遍 那么就可以 那么现在至少来说 我们现在通过这个东西 我们能看到他显示的样子 然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地方 我们能够看出来 console.log打出来的东西 而且这两个东西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基于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就能做很多的工作 好吧 我能够看出来的东西 我能够看出来的东西 感谢观看